里面还有956点 今天看着我帮你收50点 不只付款方便 还可以享有全额补助 台中市推出的近老爱心卡 福利大放送 除了公车客运有优惠 甚至扩大到计程车诊所挂号费 不过现在补助就要缩水 一千元点数绝对不减一毛钱 让我们大家把钱花在刀口上 就怕影响民众观感 是否赶紧澄清 各项补助只是微调 除了近老卡依旧维持每个月一千点 搭工车国道客运 和国民运动中心补助都不变 但诊所看诊不再是全额补助 只补助部分负担50元 计程车则是改为每趟折底50元 针对在计程车的使用部分 这部分我们从近老爱心卡搭乘 它是可以享50元的相关补助 交通局强调补助还是优于其他县市 虽然折扣金额缩水 但配合车队也将从原本的一千五百辆 增加到五千辆 我想是合理啦 那不然真的消费真的太大 负担也是太大也是不行啦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是好像福利有点缩水 这样子的话我就不会想搭竞车 不符小普的问题是 我认为按比例比较准啦 因为50块 比如说我搭竞车800块 50块就一点点啦 如果搭个两层或三层 都有点补助啦 毕竟老年人不会赚钱啦 面对补助调整民众反应不一 是否则坦言前朝边内的预算 只有2.8亿元 要扩充功能根本不够用 担心财政出现缺口 追加预算势在必行 但也抨击前朝政策 敢压着上架延伸不少弊端 尽管市府利益良善 但和学院前说好的不同 福利缩水是事实 接下来要如何说服民众 又是另一项挑战 欢迎新闻红士陈徐国豪台中报道